HELLO 大家好 我剛剛去完東京11日回來了 這次是第一次在Youtube分享我去旅行的東西 太久沒飛了 買了很多東西 當然有我最喜歡的100日圓店、300日圓店 廚房用品和碗碟碟 第一次夏天浸溫泉的滋味是怎樣的呢? 實在太多東西想和大家分享 我會努力剪片的啦 記得緊貼我的頻道 當我剪好影片的時候 你就會第一時間看到的啦 還記得對上一次在19年剛剛爆疫情的時候 從日本回來 等了那麼久,復活節又飛不了 考完試等到暑假我終於飛啦 嗨,到了東京啦 現在等着NEX回去新宿 上車吃,很餓 3點下機,現在等車 這裡最大塊鏡的啦 半小時就過關了 接著就去扭蛋,買食物 接著坐在NEX回來酒店 check-in 我是住在新宿江武幾丁的恐龍酒店 因為附近開了一間新酒店 下面有很多扭蛋機 所以就快快去在酒店樓下 找一間板前壽司,吃點東西,衣服圖 接著他們就要去玩啦 質素是怎樣,一般啦 又不是十分便宜 盛在酒店樓下足夠方便 玩東西多少錢呀,這個烏冬 西都高 第一晚宵夜 有雪條 接著一扎薯片 因為不是很餓 好大塊啦 超大塊 其實江武幾丁新開這間酒店 就在恐龍酒店對面 一落到去 一早已經看到有人拍片跳舞了 我們幾乎隔天就在這間酒店下面的 Starbucks吃早餐 最喜歡坐窗口位 可以看進去這個空地那裡 尤其是星期六日的早上 很多喝醉酒的人躺在這條街 今天其實不是去元宿的 不過這條片是說3Cons 所以大家一齊去看看這個元宿的旗艦店 片尾我會分享 夏天不想在這條街熱辣辣走過來 在哪個出口出最近 還有我戰利品開箱放在這裡 旗艦店又值不值得走呢? 其實我住新宿東口上的商場六樓 都有一間3Cons 我就去過了 分別是有的 雖然這裡不是比我想像中那麼大 我想一個小時內都可以走光 但有很多貨品在新宿那邊是見不到的 很多碗碗碟碟在旗艦店才會見到 這隻藍色美龍蕭 我在香港也買過類似的圖片 這裡的長碟就賣500日圓 旁邊的特價100日圓更便宜 雖然它是3Cons 不是所有東西都是300日圓的 我自己一個人走的 他們父子就去了秋葉園 我一個人走得不知多爽 這裡一大搭有10個 可以放入微波爐和洗碗碟機的膠盒 這麼多隻都是賣300日圓 可以放入微波爐 還可以放入洗碗碟機的 我一定會看 如果大家都有用洗碗碟機的 就適合你們看 之後 用水多瓶器 要補上一段時間 就是要用水多蔔 ください 下一個水多瓶子 然後進去 這裏也要用 之後 下一個水多尾 之後 下一個水多瓶子 然後就可以用水多瓶子 也要用水多瓶子 在水多瓶子 这样用就最好了 这个好像将图一样用 垫在炉底上是玻璃纤维墊 一 pack 有两块 这个袋一 pack 有35个 用来隔走汁或水 垃圾袋 这个是电动清洁刷 1000日圆一个 不知有没有用呢 洗米用的烧机 可以隔走水300日圆 也挺划算 不过我就不需要了 这个 tray 是微波炉的架 可以自制两层一起丁 这个款款也挺漂亮 500日圆 有时间 湿度和温度 今次真是大猛 忘记戴戒指 手标和耳环 这里有很多 这款颜色都很适合我 还要全部都是300日圆 美容2也有得买 1000日圆 或者是千多日圆 我就看中了这个 可以剃毛 鼻毛 和眉毛 总类也有很多 除了小朋友玩具 宠物用品也有 然后就看看我买了什么 怎么也要戴上的饰物才安乐 这么多款就看中了这款头饰 大家看点 我就好喜欢了 我会有耳孔的 只是敏感耳朵,所以不能乱买耳环来戴 这款是夹的,用来搭衣服吧! 计算港元,十多元,不用20元就一对这样的耳环 用来搭衣服,绝对是划算! 这色戒指,每天戴上洗手,竟然没有脱色! 计算这三件饰物,今次买了11件货! 回到香港,第一时间打开行李箱 当然是拆掉最容易打烂的碗碟碟碟 第一样买了的就是这只100日圆的美龙蕉 家里的美龙蕉在香港买,好像特价都便宜的5-60元 但这只100日圆几元,没理由不买啦! 放微波露洗碗机都OK,花纹一样,边边有点不同! 说回来,其实真是好幸运,去到时只剩下两只 还要特价100日圆,拿起拍完片时 也有犹豫过放下,转后才拿过,走完整间店才拿些重东西 幸运放入链子,我转过头,另外最后那只已经被人拿了! 其实里面大部分,很多都是Made in China 如果找到Made in Japan的话,我又觉得适合用的一定会入手 我买了这两只日本制的砧板 首先讲一下这块大的 因为砧板我一向都有两块,分开生和熟的 我看到这块的形状都很特别,不会很普通圆形或长方形 隔着胶袋就没看得那么清楚了 现在打开之后就会看到它有不同的数字 将切好的食物分配放好 切蛋糕的时候可以量度大小用 这样就可以切出来大小一样 它有一定的厚度,不会很单薄 接着这款小小块砧板一包有两件 即150日圆就有一块 有时切小的水果,譬如一个苹果 就不用用一块大的砧板 还有看到它也有几个用处 譬如粒粒粒粒粒这个,可以磨姜用 旁边凸起有一排洞,就可以隔走水 最好有不同色 另一块我可能有时就用来切葱或蒜蓉 就代用碟用 炒菜的时候就像幅图那样 将蒜蓉或配料浸在锅中炒 它就比刚才的砧板薄一点,柔软一点 小小块就容易收藏 接着就到这块很漂亮的花花形 锅底用的直胶墊 我就是被这张图吸引着,所以就买了 Freecorns的产品很喜欢用米色和灰色的系列 最热放到110度 这些这么漂亮的,我会放在饭桌上 煎一下热汤或蒸圆的热菜,隔一格桌 如果它有米色我都想买了 不过我只见到灰色和只有一个size 我这个锅仔就18cm 其实放22-24cm都没问题 刚才说给图吸引着的 就是它有瓷石可以黏在冰箱里 最喜欢一只手拿,很方便 撕出来就用得 用完之后,单手搭到冰箱里 搞定,走人 接着的微波炉盒就没什么特别 不过就是想换一个新的 给粉丝带带上班 加上它是可以放入洗碗碟机 不过就是300日元 因为类似的东西在价格里都有 它也可以放入洗碗碟机 不过价格当然现在这个就更便宜了 它有个胶边,有时放有汁的东西就不怕漏了 影片前面都有拍到这个盒 它除了这个小size,还有其他size 因为粉丝带说夏天没胃口 就不想吃这么多饭 和想减肥,所以我就决定买个小 无论吃完之后,或者平时放在柜 摺小之后就非常坏位了 见到这个减价850日元 还是我用开的不锈钢烧机 最重要的,当然可以放入洗碗碟机 因为我最怕就是手洗烧机 这些密集式的东西最适合放入机洗,够干净 尤其是倒一些热东西出来隔水用的时候 不锈钢就好过胶了 这些一枝枝的天然木,可以去濕烧臭 300英有12枝 还要每一枝都穿好繩,很方便 拿出来就可以挂在衣柜里面 或者放在鞋柜里面 香港都曾经见过有类似的东西买 但我没有价格过价 反正300日元,不用想了 又轻又不牙位 最重要是有用 先闻闻闻闻闻 它有一层很天然的木味 我很喜欢闻一些木的味道 这个刚才影片也出现过 它有三个不同的脱毛头 其实初初我觉得很搞笑 就和朋友分享WhatsApp给它 怎料它就说要买 就买了回来 它就说可以拆开出来 给大家看看里面是如何 就开出来 看看1500日元是什么质素 它就跟了一条USB 是用来充电的 有个说明书 就教你如何拆开它 换不同的剃毛头 我还没买过电动的剃毛器 但如果1500日元有三种不同的剃法 我觉得这个都可以划算 拿上手看下去 都不是很异 它本身已经有电 开出来听听一下究竟 下次等我朋友用完之后 再告诉大家 是否可以 这个就是用来 剃鼻毛的 不知道行不行 另外这个就是剃眉毛的 不过女士通常都是炆的 好 现在就说一下我如何由地底去捐上去 最快的方法去到FRECON 去到元宿 找明智神通这个出口出 出了闸之后就下几级楼梯 接着就去地铁这个位置 落到地铁下面沿着4-6号出口的方向走 大概走3-5分钟走到尽头 接着就在4号这个出口出 上到地面 反转向这个方向直走 前面就是马路 对面就有一间粉红色的COACH 对面马路向右走 一两分钟就到 过完马路几步 就会见到一栏拉面 很多人排队 走前多一点 灰色这一座就是FRECONS 如果你和我一样 没东西在元宿买 又不想在地面热 那就用这个方法在地底走 尤其夏天在地面走 5-10分钟已经全身汗了 这间就是元宿的FRECONS旗舰店 旁边还有进击的巨人 不过不知道是长期摆在这里 还是临时的 这一集就到这里 还有很多东西开箱给大家看 记住留言、赞好、分享、订阅 下集再见 拜拜